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好 其实呢 大家对这个CPI 就是美国的消费者 其实有蛮大的一个期待 可是公布的时候呢 又有一些数据不错 有些数据又没这么理想 总之呢 我们看到这个以月份来讲呢 是达标是0.5% 这个是1月份跟12月份相比的话 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取掉那个能源跟食物价格的话呢 它的成绩是0.4% 也是预测中的那个看法 所以那个没有什么大更改 主要是以年度来算 就是去年的1月跟今年的1月相比的话呢 是没这么理想 因为预测是6.2% 公布是6.4% 是有很明显的是没有再继续的下滑 而且呢 有一点点反弹的一个现象 再来的话 我们取消到能源跟食物的价格的话 它的预测是5.5% 公布的是5.6% 所以呢 跟月份跟年份相比的话呢 有一定的那个矛盾 这边的行情呢 一下子跌 一下子涨 所以变成昨天的行情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变成 可是呢 我们以道琼来做指标吧 OK 你看看 行情的价格呢 还没办法越过两个星期四前的那个价位 就是说呢 目前呢 行情还在盘中 所以呢 昨天的那个CPI没有刺激到道琼有突破 所以导致的行情呢 今天可能还会再继续的观看 今天公布的那个零售业 以目前的看法是零售业以月份来相比的话 就是跟12月份相比的话 是有预测好一点点 因为12月份呢 是负1.1% 那这一次呢 预测是比12月份好 就是呢 在1.8% 这个当然是反弹了 那如果有反弹的话 肯定是对股指是有一定的冲击 所以呢 我们再继续的观看 可是如果我们把那个汽车零件呢 全部给布算在里面的话 同样的 它跟12月份比的话 是负1.1% 这次呢 预测是有涨0.8% 所以基本上是比较乐观的一个看法 我们今天再继续的观看 因为呢 除了昨天晚上呢 就是今天晚上比较有一个比较炸搭 大家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期待 因为公布了之后呢 大家就开始要思考 到底的美国央行到底下个月要怎么做 所以呢 这个呢 短期里面还在观看 那S&P500呢 也是没有突破 当然有反弹 可是反弹的力度不是很高 所以变成昨天呢 算是一个 怎么讲呢 也不算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一天 所以变成呢 大家还是要继续的观看 可是很明显的 三波浪型的那个回调之后呢 行情昨天开始上涨呢 那个是在预测中 可是如果行情一下子突破4200点的话呢 我感觉呢 那个行情又要往上面走了 因为之前大家都有跟大家分享过 原本呢 我们看这个三波浪型的一个反弹呢 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反弹呢 其实呢 看起来还不够完整 理想的话 行情当然是可以的话来到4374点左右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看起来比较完整 从这边呢 开始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空 我是觉得行情长期来看 做空的可能性还是相比的话还是比较大一点的 可是短期里面 可能这个反弹的力度呢 可能这个反弹的那个动作可能还没走完 还是有一点点可以继续的反弹的一个风险 纳斯达也是一样 纳斯达呢 虽然看起来比较完整 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反弹的这个三波浪型的一个反弹呢 看起来比较完整 基本上呢 已经达标在12,880点 所以呢 并且呢 看起来也是完整一下 可是呢 从这边开始呢 它下滑只有三波浪 也是告诉我们呢 这个呢 还没办法 100%取消到再继续往上走的这个可能性 当然 如果行情可以有在日线图里面跌破这个短期的这个支撑线的话 当然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 就是说呢 肯定行情呢 可能有短期里面已经封顶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要继续关注的一个看法 今天早上呢 在香港 恒生主持呢 没办法反弹 而且呢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香港的股市呢 好像是在盘中 因为呢 它从这个27,821点呢 跌到这边也是三波浪型 而且呢 撑住这个百分那个 下面的支撑线 昨天呢 有一点点上扬的一个可能性 今天一开盘呢 走高 然后呢 一直跌 可能目前呢 还在这个短期的那个支撑线的上方 所以看看今天下半场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看看上海中和指数 上海中和指数就比较稳一点点 你看它同样的来到3310点 之后呢 这个也是三波浪型的 可能 还可能有这个机会再继续的上扬呢 理想的话 还是看到3372点左右 这个就看起来比较完整 那从这边呢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继续荡下来 短期里面 还是看着有这个可能性 还可能会继续的反弹 我们来看看那个 刚才我讲日经 对啊 香港这边呢 对不对 这个是香港恒生指数 刚才我讲什么 我忘记了 没关系 这个是香港恒生指数 这个是个小数图 很明显的香港呢 基本上呢 已经 可能是已经封顶了 可以来到22700点 可能已经封顶了 虽然是没来到我的目标 它在23212点 23219点 没有达标 可是呢 现在行情看起来 好像是已经是封顶了 接下来呢 最靠近的一个支撑呢 是在19300点 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个空间 能不能支撑到 在外汇市场呢 我们可以看到美元呢 基本上是开始做回调 做下滑的一个回调 你看啊 行情呢 昨天来到1.08 然后呢 撑不住还是跌 所以这样子的话 短期里面 我觉得美元开始要继续的 往上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 就是说呢 全部的一个货币呢 可能会从这边开始荡下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认为呢 今天呢 空欧元 空英镑 空澳币 全部呢 都是可以考虑的 我基本上已经空了澳币 我还在挂一些单在空 看看能不能空英镑 OK 来我们看看 从这边 如果 以目前这个价位是1.0719左右 我的目标基本上是在1.048 OK 所以呢 下面空间蛮多的 所以呢 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参考一下 英镑呢 同样呢 我也是看到行情呢 也来到三波浪星 昨天来到1.2270 然后呢 在这边当了 OK 然后呢 基本上有三波浪星 很完整 很齐全 然后呢 从这边开始呢 应该是跌的一个可能性 会比较高一点点 如果是跌破1.1960的话 再来的话 就是我的目标 是1.1840左右 OK OK 奥币 刚才讲过 我早上已经空了 所以看起来好像 这一笔应该是做对了 OK 同样的 它也是三波浪星的调整 昨天来到0.7029 然后呢 今天早上看起来好像撑不住 目前再继续跌 目前走到0.6934 OK 如果它跌破这个支撑线 再跌破0.6855的话呢 它继续往下走的可能性 就相比的话比较高 我的目标是0.6727 OK 也很靠近这个价位 我们从远方来看呢 从这个低价呢 从0.6629的时候呢 它走到0.7160左右呢 它整个价位呢 如果以这个0.6717来做标准的话 它基本是回调78.6% 同样的 这个呢 回调度呢 如果是比较大型的三波浪型 就是这个嘛 OK 0.7157到0.6855 然后再反弹0.7029 这个100%的回调的力度 刚好是在0.6727 所以呢 我是打算在0.6735呢 获利 OK 我目前的止损单呢 是目前挂在0.7035 如果它继续跌 跌破这个支撑线 我就马上把我的 止损单拉到不赢不亏的 那个状态 所以基本上这一笔呢 应该是非常安全的 不会有亏损的一个可能性 OK 那美元兑日币呢 我们看到行情呢 可能还要继续的走高了 因为如果是 以这个1.2721的那个成绩来看 三波浪型呢 我的目标是1350左右 OK 所以目前来讲 那个空间越来越小了 如果你要追的话呢 要非常小心 要把止损单放在非常靠近 也可以考虑把止损单放在这个位置 也是昨天晚上的一个低价 OK 就是放在121.40左右 OK 然后跟它兑换三面空间 可是呢 这个结构呢 不是很理想 可以避免不做的话 就不做这个美元兑日币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性就是欧元啊 英镑啊 或者是澳币 我觉得这三组的话 看起来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点 我们看美元兑加币 这个更不能做 在朵器里面我看行情呢 非常虽然是非常稳 如果你要做的话 也不是说不可以 把止损单放在1.3250以下 OK 我等会给它兑换上面的空间 就是1.3490左右 OK 这是一个100%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力度 目前来看 美元兑加币看起来的充力不是很大 OK 我们看黄金 黄金继续呢 继续的下滑呢 昨天在还没有公布CPI之前呢 我基本上看到一个可能性 就开始做多 可是呢 行情有涨 可是呢 撑不住 目前呢 还在继续的往下滑 我目前的这个止损当然是放在这个 1824块左右 OK 跟它兑换上面的空间 可能我也这个可能也会取消掉 因为呢 我是打算长期要建立做多的一个仓位 因为我对黄金跟那个影音的看法呢 长期来看来是比较乐观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去挑战最高峰 黄金的最高峰在什么价位 大家有没有印象 OK 黄金的最高峰其实在2000多块 OK 现在以目前来看是1850块左右 我觉得这个价位呢 像看起来也算合理 我是要打算长期的再购买 因为呢 我认为上去的空间真的是很大 OK 是否 行情可以突破2750块 可能下一轮的反弹呢 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可是呢我觉得来触碰或者是来试探这个275块呢 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所以呢我是对黄金呢非常非常的乐观 我是打算长期的买 OK 因为我保留着我的账户呢 是每次要做多的时候 我可能就做一个0.5%或者是1% OK 然后看看他这个回调呢 可以到什么价位 我是认为也不会太过久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那个成绩 因为我打算保留长期的 OK 赢呢也是一样 赢呢目前最高价是30块左右 那我们看看这个4个小时图 目前来看还是可能还会继续的下滑 以目前来看呢 最靠近的一个可能性是20块5毛8 这个赢呢我还没有下单 因为我昨天只是要看看王金有没有办法 就是从昨天公布CPR之后就猛冲 起初是有 可是呢到超过12点之后呢 他就开始开始没力了 那可能进场太早了一点点 可是没关系 我是有打算长期的再继续的加股单做多了 那个石油嘛 石油昨天呢继续的下滑 这一轮呢来到最高80块6毛2 昨天基本上是下滑到77块4毛6 可以买吗 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好像 他要涨又想没什么力气 那如果行情可以再触碰77块4毛6的话 也可以考虑 因为呢把止损放在这个价位72块2毛半 跟他兑换上面的空间 因为我一路来认为石油价格呢 突破100块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高 可能要等到4月份或者是5月份 因为我就看呢目前以俄乌战争的那个进展的话 肯定是为恶化 如果恶化的话肯定去石油是肯定有刺激的 我们看看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呢昨天呢因为股指呢稍微有一点反弹 导致呢加密货币这一块呢也大致上都反弹了 比特币来到22,316块 然后呢现在目前呢在盘中 有没有办法继续再走高 如果美股的话继续攀高的话 它肯定会带动这个虚拟货币的价格往上冲 目前来讲上面的要注意的价位可能是23,440块 那以太郎呢同样的也是昨天的那个反弹比较大一点点 比比特币大一点点 然后肯定来到1560 将近69块 然后呢目前还是在盘 它突破这个短期的那个压力线的可能性是有的 如果有的话呢肯定是要往这个1680块左右卖进 所以上面的空间是有一点点 那最近呢比较倒霉呢就是这个币安币 币安币呢因为美国的监管局呢是在打压 它有关比特币的一个所谓挖矿的一个动作 导致呢它认为这个币安币呢可能是要以 重新要规划它的名称就是说呢 它属于是金融产品 所以变成呢可能要以监管局来监管 所以变成呢可能会有一点点 负面的一些新闻 导致呢这一次你看到行情 从320多块跌到282块 然后昨天因为大致上虚拟货币都反弹了嘛 它也跟着反弹 所以短期里面这个是有一点压力 我们看到Ripple Ripple从昨天开始反弹的力度呢 是有的可是目前呢很明显的就看到上面的这个 大概是0.385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些压力 在短期里面还是再继续的观看 Solana同样的也是有突破 今天呢很明显有突破这个短期的压力线 看看它能不能撑得久 因为呢一路来我们就认为这个 这个Solana的可能性是相比的话 是比别的货币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乐观度呢是比较高一点点 OK 所以我是认为这个可能性是相比的话是比较好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行情呢会继续再走到22块 6毛钱左右吧 Cardano呢 Cardano就比较乐观了 昨天你看它猛涨到0.393 目前呢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反弹回调 基本上呢它应该是在从这边开始要走高了 所以这个行情呢下一个目标呢 如果突破0.414的话 肯定在0.440那边 OK 那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 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做分享 记得了 今天网上会公布美国的零售业 所以大家看一看 拜拜